最近呢,迪加奥特曼被全网下架了 经过小猪哥的调查 此次下架可能与之前家长举报 迪加中有暴力犯罪镜头有关 也可能与此前江苏省肖宝伟发布的 一份调查报告有关 该报告取了熊楚墨、小猪佩奇、迪加奥特曼 等21部未成年动画片 迪加奥特曼主要涉及的就是暴力元素和剧情阴暗黑化 新闻了吗?奥特曼被下架了 我都惊了你知道吗? 就当时我特意点开那个新闻 我看奥特曼为什么被下架 他说奥特曼宣扬暴力 我说奥特曼暴力 我这一刻都在想奥特曼暴力 所以我听错了吗? 他刚才会说的是奥特曼卖了很多的模型来谋取暴力 我说他是该管 管他们提加的七个形态 不管能行吗?就这两钱全卖了模型 不是,他就是说暴力 然后他公布了一份家长的名单 那个家长还接受采访说 我觉得奥特曼可暴力了 那一孩子罗反奥特曼打架怎么办 我知道,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奥特曼 模仿奥特曼打架了 很难说他是暴力 两个小孩什么样 一模仿奥特曼 你骂谁呢?你骂谁呢? 还说给你两个啊是吗? 干呀! 另一个小孩说 低价 然后两个 别别别 你拉架都不想拉我去 奥特曼宣扬暴力 我那个天哪 我觉得没有什么呀 你买到对面的 你抢头 还能来别人啊 没什么呢? ию抢头 我骂你 我骂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人哪 哪跑 是你 是我 红冰战士潘东子 宋子 宋爷爷 胡汉三砍死了 好 太好了 走 让你不打出去 快跑